把别人真心做假意 说一套做一套的是你 把少年一起出心报复丢掉的也是你 说别人变了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变得最多的是你自己 放肆 朕给你皇后为 给你们陆家风光如药 你这样来报答朕 陛下为何这么着急要出此江太医 此时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你不用再管了 若不是母后收养我 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 母后不明不白就哄了 怎么能与我无关呢 朕和母后的感情也甚好 你的心情朕可以理解 所以 江临府遗址失误 她更应该死 母后的身体一向抗肩 臣弟询问过服侍她的宫女 他们说见半个月母后一直很热 而且夜不能眉还贪食 臣弟怀疑 是母后的餐食出现了问题 你觉得母后的餐食出了问题 朕倒是想问你 你到底在怀疑什么 陛下为何越过三思无神 着急致江太医于死地 而且不让任何人接近打牢 是不是朕平时对你过于仁慈 你如此治愈朕 现如今朕要降罪于一个人 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臣弟不敢 臣弟只是觉得 陛下才登基三年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陛下答应过 善待投诚的翊王当狱 可到如今不过三年的时间 他们一个个都因为一些 陌有的须名而丢掉性命 出外反而 这不像陛下往日所为 他们替翊王暗中谋害朕十余年 朕听什么要饶了他们 那江太医他们呢 他们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帮着陛下 为什么连他们也要连造贬持 既然他们错了 就应该受到惩罚 到底何为真错 何为假错 如此独断论罪 实在令人心狠 你放肆 陛下如今 您真话也听不得了吗 我平时过于爱护你 就可以让你三番五次质疑朕的判断 舅弟 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 来人 在 齐王 出言不逊 忤逆犯伤 立即犹禁 没有朕的允许 不能踏出房门半步 是 臣弟如今 还能叫你生二哥吗 你要记住 兄弟之间 君臣为先 陛下 齐王现在已经起义 我们不得不做下一步打算 陛下 臣知道您是念起兄弟之情 不忍心下手 但如果再放人不管的话 行啊 朕知道 朕知道 朕 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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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陛下的旨意 小的是真不能乱你见 里面观着的是当今陛下唯一的弟弟 今日不过是因为一时气急 小成大剑而已 再者 陛下只是不让齐王踏出半步 可没说不让外人进去 你们这样拦着我 难道是在里面虐待齐王不成 娘娘这是哪里话 小的们怎么敢 那我更要进去看一看 娘娘 娘娘 闪开 娘娘 你怎么这时候跑到这里来了 你这时候前来陛下得知一定会怪罪的 快回去吧 无妨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会让你们闹到这般地步 是我一时情急惹怒了陛下 娘娘无需担心 陛下对你一向宽厚有加 谁都看得出来他对你很是不同 一定是你查到什么犯了他的忌讳 他才会这样 年轻想多了 你用不着瞒着我 你知道我的 只要我怀疑了我就会查明真相 你不会想眼睁睁看着我怀着身孕 还四处奔走吧 陛下不愿让我车查母后之死 你怀疑母后的死有蹊跷 牟川 我虽然身处后宫 但我不是眼盲心吗 他登基之后做了很多事情我并非不知 只是不相信而已 但现在我不想自欺欺人了 现在也只有你我是他仅剩的亲人 也只有你我才能拉回他了 如若遇到力所不及之时 务必要先保全自己 不要顾及别人了 我知道了 你也保重 我还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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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们两个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谊啊 可以让你不顾自己挺着肚子 都要威胁御前军 却要见他 我在想为何你变得不顾手足之情 不便是非黑白 如此独断专心 朕是你的夫君 你不信我 信他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这一路走来 你之前的种种手段 我都当你是身不由己 可你都已经如愿以偿 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群 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既然他们做错了事情 就该杀该法 皇家威严不容智慧 王法也不容有情可辩 好一个法不容情 可你明知道母后的死有蹊跷 却不让七王追查到底 还要把江太医置于死地 江太医可是你的心腹 先皇在世的时候 你对他更是加以重任 陛下既然认定是江太医医术 不禁害死母后 那我是不是现在也要怀疑 先皇之死也有蹊跷 不安然 你可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看来萧妃说得没错 现如今的皇后 真是越发狂妄 你把朕队里的情谊 视为草剑 你好大胆子 大胆 若你我还是十年前的穆泽和陆安然 你还会对我说出这两个字吗 敢问陛下是否还记得苏承那个积天下报复的小事 朕记得当年的鲁安然信我爱我 仅凭一封书信就可以嫁给一无所有的庆王 可现如今的鲁安然对朕如此怀疑 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 是 牟川给你镯子的时候吗 你怀疑我与牟川有私情 你敢对天发誓 你们俩是清白的吗 若我与牟川有半分私情 天打雷劈生生世世不得好死 你敢吗 你敢拿你的性命 你的皇位骑士 你这一路赢得干干净净吗 陆安然 拿别人真心做假意 说一套做一套的是你 把少年一起出行报复丢掉的也是你 说别人变了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变得最多的是你自己 放肆 朕给你皇后为 给你们陆家风光领药 你这样来报答朕 朕警告你 从今往后 你再敢替牟川说话求情 再敢议论朝堂之事 朕绝对饶不了我 陛下是要废了我吗 陆安然 朕好生劝你一句 从今往后在靠出狂言之前 好好想想陆家上下老小 记住 做臣妇的本分 别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